明天的櫻花盛開 日本媒體預估 東京櫻花將在3月22號陸續綻放 但民眾如果想趁著簽名連假 到日本賞花 機票可不便宜 以東京來回機票為例 光是連假航空 虎航就要價 兩萬六千多元 傳統航空部分 華航要價三萬五千多 長榮則高達近四萬元 至於平日東京來回大約1.5萬 部分航空連假機票漲幅超過兩倍 急著在今年的時候飛日本 四萬塊其實都可以在日本玩個七天了 如果四萬塊都要花在機票上的話 那我可以先忍耐一下 因為我都是連假出國 如果我要的話也是要避開 疫情之後啊 那因為航班的減少 不像以前航空是因為搬機很多 所以因為航班的關係 所以現在的票價都很高 那尤其是連假的部分 連假大概都是三萬多 光是團體票價就這麼高 差不多60%以上 連假機票貴桑桑 民眾直呼根本擺不下手 旅行業者預估機票價格 最快下半年後才會逐漸趨緩 至於又該如何入手便宜機票 現在上半年就是要去 已經要去開始去搶下半年 甚至是明年的連假的機票 那最好就是各個航空公司 都去尋一下價格 那看哪一家比較便宜 比較自己能夠接受的 專家表示如果清明連假 提早出發晚點回來 儘管機票價格降低 但跌幅依舊有限 建議出國旅遊要避開熱門時段 挑選平日出國 能夠避開人潮又能審核包 華視新聞材料旗圖大尾台北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介紹 這位無論壹大尾台北 我們來看 世界中也平等 百何